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涛23岁来自河北设计师 女嘉宾小尹23岁同样来自河北 是一名设计师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哈 你要分手是吧 对 你不想分是吧 对我不想分 哦来说说为什么要分手呢 因为我们俩在一起快要一年了 我越来越觉得她不把我放在心上 就是我作为她的男朋友 我觉得我该做的就全都做了 尽心尽力的就全心全意为她好 但是她作为我的女朋友 我感觉她完全没有一个女朋友的样子 就是对我越来越肆无忌惮 就是完全不顾虑我的感受 我觉得她就把我当成她的男闺蜜 或者是哥们一样 就完全 我感觉我都不是她的男朋友 说说你举举例子 从一开始 我们俩就一开始认识的时候 前半年基本上就是没有太多的接触 都是在微信上聊天 有时候偶尔也就是周末 约个会出去吃饭 或看个电影什么的 然后她那会儿都表现得特别小女人 然后她说她是初恋 以前没搞过对象 然后她那种就是声音也特别甜 让我也找到了就是初恋的感觉 我特别喜欢她当时的那个样子 但是到后来 半年之后她办了一个服装店 从那开始她就各种理由 然后就是忙呀 这忙那忙 我跟她约会 我有时候约不上 她都推辞我 然后她跟我在一起 也经常就是特别不顾及自己的形象 也不顾及我的感受 我就特别受不了她这样 就说我们最近就是这次吵架 吵得特别严重 就因为她又跟我那个借钱 就她这个服装店 就是又跟我借钱 然后这个月就是工资也不多 然后我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现在年轻人也都知道 都是跟月光族差不多 到月末了也没有钱了 然后工资也没发 她跟我要钱 我就跟她解释 我说这个月真的是特别紧 之前的积蓄也都给你了 你也知道 现在没有了 但她怎么觉得 她觉得我有钱不给她一样 她就说我变了 我不爱她了 我觉得这点事就这一次 你不知道 她原来都不是这样的 就打过过完年以后吧 因为之前找工作也就感觉不太合适 我就想着自己开一家服装店 然后那会儿当时租金缺钱嘛 然后我就跟她张口张了一下口 要了大概有一两万吧 她那会儿二话不说 立马都给我拿出来 她有啊 对啊 那最近一次就赶上换金嘛 换金那会儿特别着急要钱嘛 就那一两千 我就跟她说了 然后她就以那种理由推特我 我就觉得她应该 就是不想给我出这笔钱 根本不是她没有钱 你说我之前给了你几次钱了 你之前跟我要的时候 我有推辞过吗 你第一次 就是她刚开店那会儿 确实是要了挺多 然后我当时也有点积蓄 大学兼职 还有最近工作 然后攒下的钱 她就是跟我 就是有点都不好意思张嘴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嘛 然后毕竟想以后也一直在一起 就想好好的 我觉得我就应该帮助她 支持她创业 而这也为了我们以后好 但是 到后来再跟我要钱的时候 她就觉得我给她是应该的 不给她就是我的罪过一样 我错了是一样 你老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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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觉得咱俩都在一起一年了 我打信任是把你当一家人看待 我觉得你的钱就是我的钱 我的钱就是你的钱 况且咱俩出去约会看影 也有好多是我花的钱 你觉得我是在乎我给你的钱吗 我在乎你对我的态度好吗 第一次给你那么多的时候 我说什么了吗 行 明白了 这个态度是第一是对钱的态度 看出了你对我的态度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对你态度不好的呀 还有就是 就是有一次我刚下班回到家 挺累的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 说店里边刚来货 然后需要我去帮忙去给他搬 然后我二话没说就直接跑到店里 然后去给他搬货 我刚一进门 他就说哎 来了 把那些货还搬在仓库里 跟以前一样 就一点都不寒暄我 也不关心我 我说工作一天了 你累不累呀 然后又从家赶过来 要不要歇会喝点水 然后再去干活 然后让我去搬东西 然后他再跟别的男的在那聊天 还聊得特别开心 表现出那种状态特别优雅 然后特别矜持 然后特别有女人味那种 就是他一开始 就是我特别喜欢他这样 但是后来他只对别人这样 对我根本不这样 那你也看到了吗 我又不是说跟他搁那瞎聊 我是在贪工作上的事吧 顾客来店里买衣服 他是来送钱的 我肯定好太多对他嘛 聊天我忍了 那你为什么根本不管我 你跟他出去吃饭 你把我聊在店里 你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 我都想把搬到仓库里的货 再给你搬出 让你自己再搬回去 你知道吗 那你觉得我是想跟他出去吃饭 我跟他出去吃饭 还不是因为生意上的事 我还要跟他陪着笑脸 说着好话 那你觉得我乐意啊 我还是不想让 有了他这些固定客户 然后以后更加多 对咱们服这张店也好 对咱俩生活也好嘛 可是你为什么就理解不了我呢 那个男的约他吃饭 他都痛快地答应了 就是我有时候约他吃饭 他都推辞我说店里忙 然后而且就是 一开始跟我在一起 他根本不这样 跟我出去吃饭 都一心把精力放在我的身上 当时表现的也特别优雅 就是有时候吃饭 都是一小口一小口吃 都不敢大口吃 就生怕就影响 在我心中的形象 但后来他变成什么样 来到之后 吃着饭 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 然后看电影也是 有的时候饭吃到一半 接着电话走了 把我自己撂倒了 而且我跟你说 就是他 哎呦 现在我都不好意思说 你知道吗 跟我在一起吃饭 就在外面吃饭 打嗝 放屁 扁在嘴 根本就 哎呀 特别不注意自己的形象 就我都想坐着他旁边 跟别人一样 用异样的眼光去看他 我都不想说我认识他 那你是我最亲的人 我在你面前 还有必要这么 遮遮掩掩掩的吗 我觉得咱俩在一起 我就是以致面膜 就特别最真实的 自我面对你 这不是挺好的吗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你难道就喜欢那种 带着一张面具 跟演生活电视剧那样 那你跟我再 你们是坐包厢吗 不是 不是坐包厢 那灵桌的人可倒霉了 他那么夸张 我根本哪有那么大事 而且我觉得 也就跟刚才老师说的 人在包厢里 或者我俩在家 他怎么样 我也不会说他 就是有时候 跟我出去逛街 你说现在哪有女生 出去不化妆的呀 他出去不仅不化妆 有时候都不洗头 你知道吗 我长得有那么丑吗 素颜见不了人啊 哎呀大街上 头痒了 他算就挠挠挠挠 挠完了 头皮线就抠挠 完了就往开弹 哎呀 这种行为 别人看得特别不舒服 那你说这种小事 这很随意的 那痒人了 就像挠一挠 难道你难道你没有的时候吗 我觉得你怎么老是把 就是一把那小事来扩大化 来扯到啊 你觉得我不在乎你那种 那次我领他出去 跟我朋友吃饭 然后我朋友就调侃我 说哎 你带的不是上次那女的呀 我当时就挺生气的 我都开始我一段新的感情了 我带我新的对象 来跟你们见面吃饭 你们就这么说 让他怎么想呀 然后我觉得他还会特别不高兴 然后扯开别的话题 就是帮我圆这个场 然后他什么行为 你们根本想象不到 他嘻嘻哈哈的 坐到我朋友旁边 去八卦我的前女友 问我的之前的感情怎么样 好不在乎我的感受 他这种行为 我觉得让我朋友就认为 我对他就是特别无所谓 我朋友都感觉他特别不在乎我 让我也特别没面子 我感觉到他 他这么多不在乎我 我感觉到他